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 如這個圖所示 A跟C是這個二次函數上面兩個點 而且這兩個點的話 也在某一個正方形上面 就某一個正方形的這個點點 然後另外兩個點點的話 他通過什麼呢 通過Y等於X這一條直線 那麼他問說 A加B等於多少 好 這怎麼做 首先這兩點的話 是這個框程式上面的點 所以我把它帶去讓滿足處方式 然後這個呢 我假設這個寬是K 那麼這一點就多少呢 就是X座標沒有變 Y座標的話是-K B-K 然後這一點的話 這個A座標的話 也是呢 加K A座標加K 就A加K 那外座標沒有變 就是B-K 那這一點的話 這個X沒有變 A加K 那外座標 那外座標上升K 就是B 這樣子 好 首先的話 這兩點 是在這個方形式上 所以就曉得說 這個B呢 是等於多少 4A 減掉2A平方 然後再來這一點帶進去 B-K 等於4倍的A-K 減掉2倍的A-K A加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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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平方 然後另外的話 這一點 是在這一條直線上面 這一點也是 所以 這個比這個 剛好是1 也就是說 Y會等X Y座標 X座標是一樣的 也就是說 這Y座標是A加K 會等於B 然後這個 A 也會等於B-K 不過這兩個方形式 是這樣怎樣的 你把K過來的話 也是A加K等於B 所以呢 這個就 綿了 好 那現在的話 現在的話 這個原則上可以解 為什麼 因為我們現在有三個位置數 A、B跟K 三個位置數 三個方形式解三個位置數 一定可以解 那我現在把它減下來好了 減下來的話 這是K K等於多少 這把它減下來 這是-4K 然後這減下來以後的話 等於是這個 減這個 2A平方是消掉 這個是等於A平方 加上2AK 加K平方 好 那一減上去的話 就變成 這個就沒有了 剩下這個 就多少 就是那個 加上多少 2的4 因為是上面減下來 就變正了 4AK 然後呢 加上多少 2K平方 好 好 那我就約掉一個K 約掉一個K 那這樣子的話呢 我把一過去就 5 等於4A 加上多少 加上2K 好 再來我們來看看這個 那我現在把K代掉 K的話 這等於多少 K K的話 是等於B-A 我貼代掉 這是等於4A 加上2倍的B-A 那4A 減掉2A 就2A 2A加上2B 好 那這樣我就小的A加B 點多少 把2除過去 2分之5 所以這一題 應該要選2 2分之5